東村、南、北、四區完整性和兩村人口的比例 估計在本東村的入波率有編輯已經很大 估計在本東地部的空間行動 中村、北、四區完整,二區完整 三所壓益 並且導致重視了兩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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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萬一的房率真的低 例如去到40%至50% 那就大件事了 即是說滿東村如果只有40% 大約會有4800人搬去入東村南 而入東村南 你不要忘記 現時已經有272人 加上它有兩座樓 清日樓和空日樓 兩座樓是有5000人搬去入東村北 這個情況出現的話 滿東村入口低 人口過來少 而入東村南兩座樓 5000人搬去入東村北 造就這個數據出現就是說 入東村南到時會只有19972人左右 而入東村北就出現了24789人 只是古高古低的情況出現 造成一個兩條村人口邊差 去到入東村南與北地樓邊差 就會出現4826人的差距 這不但違反了選舉 主席和華新北人口最重要 而對兩村的人也非常不公平 因為為甚麼呢 你將兩座樓 入東村康日樓和清日樓 撥去入東村北 不但破壞我們入東村南的社區完整性 以及造就入東村北的人口大幅度增加 而兩村的西方人口是4826人 這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我一個反意的主席 就很簡單 無奈我都認為 都要接納 即將會東村搬入東村南 但沒有強烈要求 只是將康日樓一座樓 搬去入東村北 為甚麼呢 第一 起碼對社都聯準性就減輕了 自己一座樓 而且根據我2011年 那個年的選舉 區選 康日樓曾經將這座樓 撥去入東村北 另外 如果我估計是對的 因為我估計是在40%滿東村 搬入來給日東南的話 因為我們只是將康日樓 一座2,400人都滑過去 到時兩村的數據人口就非常平均了 大家都是兩萬四千人左右 這是很安全的系數來的 對日東村北的議員居民 對日東村南的議員居民都很公平 大家都是兩萬四左右 還有日東村一座樓 自己一座樓 撥去 市區環境性都有傷害 但減到最低 希望主席能夠和D.O 都聽到我這個意見 一會兒我都有一個簡單的信 都交給主席的 希望我都和選舉事務委會 表達我這個有螺族 有數據 還有是有這個傳統的隔離習慣 還有公共處於我平均 住本需要兩年時間 不知本的慣例是得出來的 謝謝主席 接著同時屬於選委會 下一屆區議會選如果 但是我們不知是非常貧困 我們長洲作為 被譽為全球事實在最擠迫 最多人口的情況 但是建議只得一萬元的民主議員 我那是記意掃蝕 根據選管會 她預計二年的 即是以後下一個月的那個 即下未來我們的人口是會一直是純實的 但是近這幾年我們在長州裡面 那個住宅的落成大陸一定會增加 我們人口的擠迫是不斷地一直這樣增加 但是選購會反而就提出了這個狗狗 會很奇怪的就是為何我們的人口是會少了 好似今天我們出現就是說有四班的 在我們的高速船上班的時間 有四班的高速船都是全部工作的 這些客戶事實是告訴我們我們 我們的人口其實不斷地增加 但是選購會居然是預計 我們的人口是會大陸下降 再發財之前的事件6% 大家又覺得是非意所思 那這條數是怎樣計出來的 因為在2016年所做的那個中期人口報告 只是訪問了10%的人口 但是多時其實也都有傳媒是發現了 某些的統計人員其實是事件造假的 所以其實我們非常之懷疑那一步的數據 另外在我們現在現時長洲 幅然這麼廣闊大概2.5平方公里 2.5平方公里 2.5平方公里是一個什麼數字呢 就是在講中可能是全國大陸的環境 但是如果你說只有一個區議員 我覺得真是難以理解 而整體我們整個領導區的看 我們每名議員 現在原來是要平均服務大約1萬8千9萬幾個 市民 那些人服務得多 不重要 但是相比於其他地區 可能在講5年議員的地區服務 2萬3萬4 這個是否有事後公園呢 但是我們的議員都是在講 用著同一份的進捷 去服務多別人 40、50%的人口 這個簡直是 對我們離島區的民選議員 是極不公平的 而且也是一個嚴重的剝削 所以我這裏就肯定 我們可以不論是我們任何黨派 其實今次那個選會會出來的議員 其實任何黨派都覺得是匪夷所使用 也都是將同一個區 可以滑走它 也都可以將 罕有地將長洲兩個議席削剪為一個議席 去到以彌補東蔵的不足 但是進攻而遲 東蔵的同事 他們也都要承擔 我們在那個基準人口 基準數字裏面 都是要多40幾個個額 這樣的就是足以正 其實東蔵是應該搖加2至3個議席 而這條數不只是 我們東蔵是這樣的 其實其他我們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政家議席 所以這個是政府虧欠了我們的離島區 是民政事務局 是政制事務局 它虧欠了離島區 我不知為何其他的地區 是可以增加3個甚至4個議席 但是唯獨我們離島區 有這麼大的發展機遇 我們在講203年間 我們在講發展大洋山 我們在講港豬派的公共車 我們在講石谷州的綜合 運輪 處理中修 一些這麼大的波障 都是在離島 我們政府 每一個部門 都是加緊忍 他們怎樣去發展離島 怎樣去做 但是反而我們的民主移植 是不斷地被剝削 這裏是第一次講 謝謝 好 接著下來就是 述根部的議員 請問王文貫見 您幫他 好 多謝 那就是 那本人認為選舉委員會 2019年 一般選區分界的 這個名稱的臨時建議的安排 就是對離島區 就是 而是非常不理想的 那也就是顯這個妥善之舉 那離島區呢 正值這個急速的發展 那多項的大型的工程和計劃 都已經落實 都已經準備著這個上馬 那當中包括呢 有這個石孤州這個綜合這個廢物處理中心 那機場這個三巧道的系統 那東沖新市鎮的擴展等等 那政府去年呢 就是公布這個可持中這個大嶼的南圖 那而港珠澳大橋呢 那即將就是開通了 那那國政府部門呢 就是以增加人手和資源來迎接 都是新挑戰的 那那隨著這個人口的增加 那那個人口的結構將出現呢 就是重大的改變 那那新增的人口呢 就是難免呢 就是社區呢 就帶來都不少的問題了 那麗島區議員呢 就作為地區 那與政府溝通的重要的條例 那實在呢 就必要呢 就是隨著人口及地區的改變 那同時呢 也都是增加區議員的人數 那但是 那都是 那都是 無奈 事以願為 那事實上 那麗島區呢 就是有多 有多條的公共這個屋村 那還有這個居屋啦 屋院和私人的屋院呢 就是相繼呢 就是入口及落城 那人口呢 就是大幅就增加的 那帶來都區呢 那個議席呢 在2019年呢 就是 那選舉區 分界及這個名稱的臨時的建議中呢 就是 就是微博呢 就是增加 那仍然呢 就是維持了 就是十個議席 那本人呢 就是翻譯上述的 臨時的建議 和這個公眾的諮詢文件呢 就是 都是佔了八成以上呢 就是 的離島區議員呢 就是 服務地區呢 人口數目呢 就是偏微標準 和 人口的基數 那 那當中呢 標準的人口 基數呢 就高於 百分之二十 至四十 一等 那 那 舉例呢 這就是T01 和T02 T03 那 選區分界呢 呢 就是 編尼呢 就是標準人口的基數 近高達呢 就是超過百分之四十 萬以上 那 那在清呢 就是 都是十八區 那就是最多的 那 那在此的情況下呢 又來到區議員呢 呢 就工作量呢 就不但 不但呢 就是大增 那那議員呢 去市民的關注度 也有可能呢 就是無奈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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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建議呢 實在呢 就是 極不理想 那 況且呢 就是議席 沒有增加 同時呢 就是有關當局呢 就更加呢 就是將 長洲呢 就原有的兩個議席呢 就是二合為一 那麼 建議呢 有可欠善的考慮 那法本人呢 就認為長洲的區情呢 就是複雜 我地域性的問題呢 就是 保留兩個議席 那實在呢 就是 合情合理的 那 希望呢 就是有關當局呢 就考慮上述的因素 好 那本人呢 就是 就是 也只欠缺呢 就是周長的考慮 和安排 那最後呢 就是 早前呢 就是選舉會主席 洪華法官呢 就表示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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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例規定 除了考慮 原計人口國 也必須固合社區的特性 維持地區的遇擊 那 以及呢 就是有關區域 和這個自然特性 等其他法定的因素 那本人呢 就 有請呢 就是有關的當局 那麼 真正能考慮 這個領導區 需求和需要 那麼 那麼 以及 這個領導區 的市民 的福祉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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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的呢 就有關呢 區域的自然的特性 那麼 那麼 考慮這個 選區的分界 那麼 那麼 一定增加呢 就是本區的議席 好 那 我們要去 那 還是要求請問一個師傅 那會有一個師傅 可能便說很明顯問他出來 是 發布局長 各位人的選區之例是有三個區別的 特別是延灣原藍堅海 和海啼灣區 在高當地二手的酒區議會跟逐中 把不屬英國的選區 延灣原第五期 海帕及第六級及海堤灣區分別滑去T06及T05層區 把燕灣區第五級與另外三級分開 同一個屋苑將會入兩個區所服務 而燕灣南天海堤三個屋苑地位置十分相近 一向屬於T04的選區 2011年有建議把海堤灣區轉入T05選區 與T05的東堤灣區屬同一發展項目 也均有廣泊所會來 也等T04和T05的規密人數更加平均 當時選公會其中一個不設立的原因是算 兩個屋苑的位置被北戴條三公路分架 故不宜別入同一個選區 但現在又推翻自己的選法 相隔發言之後 就為了讓人口更加平均 把他們排入從一個選區即T聯 雖然說人口少了 依然的工作率相對減少 但我個個工作中也認識 有很多熟悉的街坊陸居 也建立了藥物的關係 對於這種轉變 有很多街坊也表示猜疑 有些感覺得忽悶 並向我查詢原因 我們都希望選管會再考慮登介時 除了考慮人口外 也能多考慮居民合議的意見才作出決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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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恭喜你更強烈 不管選委會這次的資訊 其實是很重的 我們長洲日本 日本的地方都是2.2 或者是2.2次來講 2.8 為何我們減載 應該是賣那些 那個地方 人口呢 其實是說我們2萬多人 根本這條數字不足夠 是似的 但我們以我們新圖倫的記錄 每次每日那個 差不多2萬多人 每日上班 有成差不多2萬多人 這方面它估計是錯誤的 那就是得誤的 其實你現在將我們長洲兩個議席 以往是三個議席 中間有席 然後北跟中間有席 我們現在是圍兩席 他都說縮華一席 我們長洲的地方都非常大的 分為南北 正所謂兩個屋次 和貴圖縣再去西灣那裡 那條路途是非常之軟的 如果要計算一個個案 你們怎樣去走幾次的個案 沒有可能走幾度的 尤其是現時來說 我們長洲兩個區議員 不要當包壞我了 他們兩個議員 每次接的個案非常之多 一般比比不明 而如果縮華一個要怎樣做 做一半 不可能的 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跟香港市區 香港市區一棟樓 它有幾千人 甚至一萬人 我們要分2萬人,分2個角落,分4個角落 這樣跟一個區議員一起上來要和談一段時間 一棟樓已經可以搞定,我們要做起上來 由南北亞四維去做,怎樣做呢? 做不到,所以我希望選舉會 你不要來你了,你來長洲,看看我們的地理環境是怎樣 不是只有我這樣說,不要在紫上談兵又怎樣畫 這個畫的跟我們所實際的東西是有分別的 真的有分別,完全不同的 我們每次回到那邊碼頭都要很久時間 現在一個個案,好像有時一天都接不少個案 兩個區議員都接不少個案,我清楚 所以怎樣去解答整個成州的幾萬人 我相信它那個調查人口方面是錯誤的 我可以說得是錯誤的 多謝主席 對於今次這個畫區的安排,那一個做畫官的畫路 我覺得今次選管會做的畫官安排是來的 它是沒有考慮到我們整體的離島區的實際情況 如果追捕昨天,我要講回去2017年的7月 其實立法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 正正就當時的選檢會的畫界的初步安排 是來的那個立法會,就做過一個討論 當日我們已經,我自己本人很近年已經入民意見 就是第一,其實整個的島區 是大家看到,是會有人口大幅增長的 政府給我們當日的文件都算了條數出來 那個人口基數增長是增加超過0.5人 其實0.5,我經常都講,講笑都這麼講 0.5,4,4,5入過了都應該加1,即加1 都不是很大的要求,其實你加多1席 基本上整體提升1席,很多問題可以低低 可惜選管會看來就沒有聽到我們的意見 堅持它就維持整個的,我們這個領導區的整體議席 所謂的不變,導致出現了今日的問題 你看到整個東涌,北門,西東南西北都好 找地方開刀,那你就找著長洲開刀 其實我覺得這個安排,書警局這個安排是利益的 它是沒有考慮到整個領導區的實際情況 而且我亦都可以講,本來我們利益區 就算看下其他島份,我們都要知道 由於交通的安排,種種情況都跟市區很不同 所以你不能單單用市區的角度去看完整個利益的安排 那我今次,我覺得如說不觀的來講 我認為今次安排它不去,一開始它就不去選擇 整體都去增加我們其島區的議席,這個方向已經是不對的 那我自己本身都有少許意見,就是今次我在華區裏面這樣說 本來有一些例如說盈東村過去,因為在未有華區之前 是按照那個分界,是在自己的選區分裏,我責任上我可以叫他們服務他們 但是有些居民不是講選舉考慮,純粹是一些居民的角度去看 當他們知道這件事,就算盈東村將來又會變成新的區,這樣也好 他們都會覺得有一點都無所成功 所以主要我想說今次的市府華區,我認為是否有聽到 我們民族區裏面的一些實際的議題,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請中期人口收養貼索,而推算結果,作出了不合理的建議 本人對這個合憑建議感到十分不滿,因會直接影響了區議員服務地區的質素 這裏我是強迫建議的,日容後我會送去建議 謝謝主席 還有,其實在長洲,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旅遊區,非常熱門的旅遊區 每逢假期,就算是暑假,不是假期都好,都是人頭湧湧的 警方過去有一個數字,就是每個假期,每日的過渡是超過一百個以上 這些這樣的,如果你再加上,議員都有觸使的話 我相信你將來有很多問題,是得不到疏到 我很希望這裡能夠表達我們的意見,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剛才也有很多發言,但現在為何旅遊區是很獨立的 我們有八位當募委員會,他們分別想來到不同的地方 例如長洲北平州,南丫島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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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十多人,除了一個民選的,還有兩個當募委員會,即是三個 你比起日東村那些,那些整二萬多人 他們有,平衡他們有一個區議員,即是每當募委員那些 他們都是二千多人,二萬多人,二千多人,即是包括,相差幾年 十分之一的工作項目,那是怎樣計算呢? 這裡沒有反映到出來的? 這裡完全沒有反映到出來的? 謝謝 謝謝 我們要糾正,以捷哥的方法,我們長洲只是一個,鄉舌民委員 沒有兩個,好嗎 是嗎? estaban 請你提到 我先報送的 周晉雲剛才周駕議所說的 在2017年當時在選公會曾經 發表上的資訊 當時的公言已經被出了一個很強的 已經有問題來反對那個議席 但是選公會在今次的資訊項目裡面 連是強衡也不做任何改變的時候 究竟現在選官會進行這個資訊 是一個真正的 還是已經有了競定的立場 競定的結果 然後憑依了一個假資訊呢 這個真是你問一下本官 即作為一個法官 講大話 我覺得對於這個人格 是應該有一個提案 如果今天經過我們的區議會之後 逢官依然不作任何的改動 如果這個真是一個資訊 當聽完我們的聲音之後 它不作任何的改動 又不作任何的改善 依然將我們長洲兩個議席 上交換一個 而在我們整個尼島區裡面的整體議席 是應該做增加力 這個肯定的一個根子對 不要給我們說 沒有政治因素考慮 沒有政治考慮 這是法官來的 希望呢 趙師傅會大話 多謝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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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媛呢 就都在武界都一樣 他說日東村現在現時的日後 是足夠去三個議席 他現在就不單止保留了議席 然後將廣東村的日後 是高估得很厲害 我想補充一下 如果以我的估計家 如果真的廣東村 到時都是四十五個月的升入火的話 到時我們 以根據這個資料 將康日落和青日落 搬到日東村北的話 就是說 日東村南的日後會有 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六年 而日東村北的話會有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年 這樣就超出標準人口的基數 分別是二十五三個百分比 四十九點四個百分比 這個呢 在鳳華裡面選舉會都講過 如果這個標準人口的基數 如果超得那麼離譜 是過了一個容忍的範圍 這個呢 其實選舉會的鳳華主席 他永遠自己打完 就是右邊 對打左邊 跟著又不認數 好像 跟著又重新又來過 所以這個問題呢 正如我們國議員所講呢 就離島區是需要 即使他今屆解決不了 就增加以致這麼說 好非他這麼說 外界呢 我希望主席 和EO 就強烈爭取我們離島區 在下一屆呢 是真的要大陸增加這個議席的 才能夠平衡到各方面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寧願呢 真的疏動到時候 到時候呢 這個苦果呢 是特區政府 他自己釋放 我開始 好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我覺得選舉會呢 在領導區 即是領導區 領導區 領導區 是那個領導區 很分散 現在呢 就由選舉會呢 令到我們各個黨的分裂 因為我們就說 那個選舉的問題 因為民主議員 同樣是幫議員 其實都為了社區補充 那你看回那個民主議席呢 那由第三大陸區議會 2007年 他的民選那個議員都是10個 那第四個 2011年都是10個 2015年那個議員都是10個 那其實是說什麼呢 那其實現在整體那個人口呢 是增長著 尤其是現在說的是 衝衝人口的急劇那個上升 其實那個 政府那個人口統計 怎樣去統計呢 那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劃界 和人口方面呢 那個報告呢 我相信政府呢 應該是審陣考慮了 另一個問題呢 那其實我們 和立法會的文件呢 不適呢 那其實呢 我們那個區議會的政府主席 包括我們民主事務專員 是有反應我們 我們當區的 就是人口增長 和那個區域性那個 比較分散的問題呢 那其實呢 選舉會有沒有聽到 我們那個 立法會議員提出的 他們都是在 政治事務委員會 包括 包括周浩炳健 羅國分議員 是有講過呢 那其實選舉會有沒有聽 其實當時那個 那個議員有 有意見強調當局呢 在來議民選領執任的 數目和 立法會區議會的 選舉分界時呢 必須固合 維持社區獨特性的 地位方的問題 以及區內自然的特徵 例如 應考慮 離島區內島嶼的 位置分散和民族特性呢 以及島嶼加 缺乏 足夠的交通聯繫的情況下 增設一個 離島區的民主主席 也有講到呢 就是說 人口不升的 北區的區議會 都應該是增設一席的 現在呢 我來講它呢 選舉會是沒有將 離島區這麼偏離的 區域沒有增加 而去 去維持現在的數目 加增加 家庭那個 對居民的服務 另外的區都是 那其實 諮詢是說什麼呢 其實收集居民的意見 和地區的實際的工作 我記得呢 80年代呢 毛坑法官呢 來過南馬島 他當時的船來過南馬島 一拍馬頭 他都沒有上檔案 他覺得南馬島很大 那後來那個畫界 他就停息了 另外 我們經常呢 在那個 報紙上講 就是 立法官講 經常都講 南馬平則都要合併 或者南馬和那個 那個 那個 南區都要合併 那合併什麼呢 其實政府要想清楚呢 那其實 零老區 雖然人口不是很多 不過地區真是很大 如果我們要處理個事 我剛才我們很多話都講了 那其實真的要走 那個路 是沒有交通工具 是要走路 還有 原體方面呢 那其實真是很痛苦 現在你搞到我們整個 補區議會 那個 就是搞到好像分裂 你是把長洲 兩個議席 而拖一個去 就是 換一個的工中區 其實是講不通的 現在你講 東出國人的增長 其實那個數字已經出來了 那其實就說 政府是看著什麼呢 其實不是為軍人服務 而是說 搞黎允區議會的分裂 那其實就 我們覺得是很痛苦 那其實我們有些同事 那我覺得 在服務中的 那其實已經是加議席 為什麼我的區 會畫到七角那麼亂 那其實你怎麼去畫艦呢 那其實政府已經是 好有人才 他怎麼去畫艦 怎麼去分配 就是對於事務的那個工作 那個情況 我覺得他們是沒有聽到意見 那其實說來講 他就說 我希望說 那個小姐事務處 今次是對整體那個畫艦 或者是增加議席 不要說要等到2024年 你才去檢討 再增加議席 那其實我是很不滿意的 即是為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人家增長了 你現在 你要我們去做這個服務 或者是 其實你的制度 現在那個分裂 不是去凝聚或社區 那種和諧的 那在這裡 我是很不滿 那個選舉書務處 然後呢 這次呢 這次那個分裂 那次請 這次請 在東中 多了兩個政府屋邨 本東和洋東 私人屋邨 又多了東南和西部 他都看到這些地方 是多了 多了人 而是更而知 沒有加議席不僅 還在這裡減議席 還在哪裏剋水呢 就說 從頭到尾 沒有剛剛的治療 就在我們長洲 就擦了議席出來 其實呢 他連普通中的不足 其實很 剛才我很認可 國民議員說的說法 就是說 你 麥克風的死數呢 削來削去 其實呢 對國民議員是很不公共的 為什麼呢 你無端端 畫了一個 方油樓 方油樓畫了外 還要畫 千油樓過去之後 無應足呢 是浪費了國民議員 那麼多人的心機 和普通的居民 的 從而呢 也都要他吃完這個 滿東豬 好了 南區的 即是一家村那裡 那些居民 模型中呢 就剝削了他們的 國民議員 沒有他們的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 開一條屋村 不是簡單的 等於開滿東村的時間 國民議員 會抽身 沒有很多時間 沒有到滿東村 也都不是等於 好像說 廣署說 這麼理想 這麼快就能夠 75%的人 那我想呢 這個方法來說 是 即是 這樣劃分的 劃分的界線 聯網呢 絕對是不對的 還有一件事 長洲那裡 他們在搞緊現在 地區真的很大 因為他們有用 大家都知道 等於兩個門村區議員 加上一個方議區議員 但是我想想想 如果有事做的時間 由東去到北 真是很長時間 踩拉車都幾個字 這麼多居民 那怎麼可以在秦州 縮減一個議席 他滿足番薯區事務處 他那個劃分界線 又不加人之下 又要 政府的資源 是不刻廣分給我們 我覺得這次他們想做法 是對我們離島區 和東村區 是很不公平的 多謝主席 誰 誰 主席 我知道區議會的政府主席 時不時都有十八區的議員 亦都試過有會議 在日本就有講過 是加議席的 但是主席 你以區議會主席的身份 就去這些會議開演 但是你又沒有回來 向我們區議會 互服的情形在哪裏 後來我得到一個文件 因為主席 你是以 鄉市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去表達的意見 所以我看到這份文件 我亦都出了一份文件給你 就告訴你 這些議席對影響最深的 就不是當年議席 就是鄉市委員會主席 而是民選議員 今次今日 這麽多元年 這麽多人對環界 或者那些人口的分布 這麽大的反大 我覺得主席 你是應該負上最大的責任 是 因為由頭到尾 你坐在區議會主席的身份 去十八區開會的話 你應該向我們來到區議會的議員 我出了信告訴你 你那封信是不應該以鄉市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是出的 是應該諮詢我們這麽多個區議會 特別是民選議員的 你都沒有作出任何的改善 所以這件事是做錯了 我亦都好心表違憾 我會 我會 還有我們聽說那些錄音 當日的錄音 不要緊要 我就要錄 你講的事情是比較正確的 我不說就ний級 可以 我歡迎你講 我歡迎你開完那些十八區那些 你這樣誤我不會急的 我沒誤過你主席 你記得8個字 我自己的8個字是去跟政府爭取的 可以 你報紙買 但大家都知道的 皆知何聞 為何你們自己不會爭取 你是區議會主席來的 那你也可以的 全體任何人士都可以爭取 我那封信有講到的 我說了甚麼 我說了八國主席 你也沒有代表我們這麼多國民宣言 我八國主席就不太過了 我沒有說不代表你們 你現在坐在這裏是甚麼位置 你們是區議會主席的 沒有反應我 我即使出發 我反應那些許多信 我怎知道你信不信 你不要這樣爭 我就說八國主席 丟到你們這裏是你一個扭曲的 你知道嗎 我完全沒有扭曲 我願意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放進去 現在很多人都有反應 你要看一下 我給你看些文件 為甚麼是你沒有反應的 好者都有反應 全部都有反應堅止的 你看到八區公信 我們八國你 我去接 你我反應那些公司 給我的 沒有我的名字 我八國知不知道你的名字 就是別人發表的 你自己不發表的 我不知道你去開會 我不知道你開會 因為你沒有回來會 我開甚麼會 政府有通知我開會嗎 這個是沒有的 我不是政府的問題 為甚麼我說民宣議員 為甚麼不會諮詢的 如果他不諮詢就說他來到 十八他都沒有諮詢的 那你為甚麼去質疑我 我真的很質疑 你質疑你不就質疑他們 你不要質疑我 十八他都沒有落的 他就下來了 因為這件事的文宣議員影響是最大的 文宣議員影響最大的 反而為當然委任那些完全沒有學 國語宣傳卷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反應而已 每個人都可以反映的 你這樣真問我都不考慮 是嗎 你這樣去霸擊我都不考慮 這次選舉委員會 這個法界和這個議席方面 我都反對了 不是很紅 特別我們領導和大學生 這確是有特性的 應該特殊處理 不能夠按照城市去處理 其實整個香港來說 人口都不斷增加 如果按照現在說 政府公佈的七百多萬人 這個根本是錯的 應該我估計香港超過一千萬人 應該要議席 不是減不是縮 應該是要增加 但特別東蔵新區裏面 他都獨立去增加他的議席 既然搬多少人 你就要增加幾個 我們其他來到那些 就不能夠以人口多寡 來決定這個議席 請問一聲 大嶼山梅窩 舊東蔵 漁南到大澳 每條村也包括幾多個鄉村 加加起來 我選出一個議員 好像大嶼山一個議員 代表這四個鄉 我不需要開會 你只是這四個管轄的村 所有鄉村 所有鄉村 你能夠每個星期到一次的話 你不需要開會 只要我今天到大浪 今天到哪裏 你就已經夠了 不用你開會 你這個議員就夠了 而且交通不方便 你做那個區議員 如果你沒有車 不懂駕車 還有沒有錢 沒有請司機 你死定都可以做的 所以這個大嶼山來說 這個區一定要加議席 不是沉迷什麼 另外可以來到的 南蛙島南蛙南蛙北 周東去不到的 只有用腳去走到才行的 也都沒有船也都沒有車 本來兩個區一個區議員 又不合理的 應該都要加一個議席 如果按照人口去 這個計法是錯誤的 我們要地域 人口地域兩個都要計 按照独特的情況不同 就用某一種計算 我們離島外第三 用地域來計算 你城市那裏 可以用人口計算 所以我對這個問題 我不同意這次分界和減少 我們離島的議席多月 我們離島八區的主席 任何一區 長州、大嶼山有四個主席 長州有一個主席 平州一個主席 南蛤島有兩個主席 每一個主席 都是服務到民 不能夠說 等於容量議員 就說 你作為主席 為何不通知我們 作為本身 自己坐在離島 一定要關注 那個 現在那個 怎樣劃區 怎樣分居 其實那個問題 大家很注重 我坐在南蛤島 聽到平州和南蛤合影 我們都要大家去商量 怎樣去對策 或者移組寫信去 是被有關部門去反對的 是吧 能夠說 好像容量議員 這樣 一個捕死 說 你作為主席 為何不通知我 是吧 我都未燒到你那裏 即是現在 是吧 即是問題上 你這樣 你掛一個人 就不應該 我們是和周共濟 現在由今天 是吧 不是說 不是說 作為主席 不理我們 就鄉市委員會那些主席 就自己顧自己 絕對不是我們作為 大家一個 作為主席 是一個當年議員 當年議員 尤其是公務賭民 任何的人 賭民都是軍手的 我們是有責任去自己 去看那些選情報 怎樣去面對 多謝 沒有啊 聽者有什麼問題 是 多謝署席 我都聽到這麼多的議員 的意見 會不會我們 民主署一方 就不回 即是被宣傳中的方式 一方的議見 那就可以提供這個 建議給回選委會 我們來到政務區議會 他提到我們的建議是甚麼 這個是簡認給回選委會 因為我們就 那麼多議員 就有全員通信給你 那麽好 我們會今天 每日 大家意見的事件 我們被宣傳記錄的 我們一定會派你 那個小禮會 這個一定會的 你不用擔心 其實我過往 其實這封信 後來也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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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黃帝 那你們搞這麼快 現在不是的 要經過好 就說得到他 就周庫竟然就幫他 因為各方面 他已經去立法會 都沒有告訴他們 他去立法會 我們給了很多意見 不是我 給了幾天 幾次指都不指 我們用兩次指 幾次指都不指 我們反映來到 所以他需求 真的叫他加工 他不加就讓我們今天摩擦 如果加工 就甚麼事都沒有 我們都不想 抗公民的那些難事 我是感受到的 國際那些意見 我是感受到的 不過我們無據 我們議會是諮詢 沒有權 根本我們只要反映 他不聽他講 他都沒有權 你難道咬他吃嗎 他也是甚麼 他下來十八區諮詢 他都沒有下來 你都明白 你說我有些人 沒有用 你都明白一件事 政府的制度 主席 你又不是皇帝 在這件事上 說華才是皇帝 是呀 你煩了都沒有用 我都… 我都… 我都要加人 是吧 大家要明白 我都不明白 要不然 就免費討論這個會議 是吧 我們隨便掙扎 我們都要爭取 用一樣的時間 我們就用一樣的時間 這樣做不到我們今天 這個會議 你最可以反映的 或者有些多一點 最可以反映的 不是 這樣而已 難道是嗎 那你要重慎我的身份 難道想你死 我都不想你死的 我都不想你死的 謝謝 謝謝 主席 主席 我們全力支持你 你沒收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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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支持你 我三分 我明白你為我們 正經我都有 因為在議會上講 我很多人講的數據 怕我不見識 那我有一份意見書 我會親手交給主席 或者交給他書書書 然後現在來去HHH 我們意見給這個多項公 vi 學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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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彼 Lynn 用區議會儲行聯營去送給水妹妹 馮華先生 我們已經是一致 到這裏是八人一致 好嗎 謝謝 如果我們是做了一些特別的事 我們在八月一號 昨天在三郎都會反應 今天會議給我支援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好嗎